中央研究院 11月份知事饗宴演讲会开始 我们请陈建仁副院长为我们主持 刘福东所长 还有我们在座的几位宴室 还有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晚安大家好 今天我们很高兴 这个我们中央研究院的知事饗宴 能够请到刘福东所长 来跟我们做专题的演讲 那今天是我们中央研究院 这一个知事饗宴破纪录的一天 因为我们今天报名的有300多位 那我们本院有100多位的同仁参加 然后院外有200位 所以等一下来不及进来的人 还有别的演讲厅可以来听演讲 所以表示了我们刘首长是很有魅力的 那首先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我们刘福东所长刘燕士的知力 那刘福东燕士呢 他是1970年毕业于台大的化学系 1976年取得美国芝加科大学化学的博士 然后他曾经担任过化学跟免疫学的博士后研究员 那就转到了美国加州很有名的Scripps研究中心任职 后来也到La Hola医疗研究院进行研究的工作 那很难得的呢 这一个当时的刘博士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刘燕士呢 也在这一段期间 他曾经到美国迈阿密大学进修 这一个取得的医学博士 又在加州圣地牙科大学呢 接受皮肤科的专科医师训练 所以他从化学然后再到医学 皮肤科 接着呢 他在这一个Scripps研究中心 过敏研究部门担任副教授兼主任 然后在La Hola的过敏及免疫学院的过敏部门的教授兼主任 那2001年就在美国加州的戴维斯分校 担任皮肤科的教授兼主任 2011年身为这一个UC Davis的特聘教授 而且现在是UC Davis的荣修特聘教授 原因是因为我们很幸运的中央研究院在2010年的时候呢 能够邀请我们刘福东刘所长 刘燕士呢 回国担任我们生医所的所长 还有当特聘研究员 那我们也恭喜刘所长呢 在今年呢 他当选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实际上 刘所长他在过敏方面的研究呢 早就是国际很知名的 做过很多的贡献 譬如说他曾经发展出 可以不断分裂Ig1 就是免疫球蛋白1的 单株抗体的 这一个融合硫细胞株 这相当的杰出 那另外呢 这个刘所长呢 在研究半鲁糖磷疏 Glating这一个部分 也是佼佼者 也是喊群区者 那他目前回到我们中央研究院以后 已经跟我们生医所 还有中央研究院的其他的同仁 一起推动很多大型的研究 包括发炎跟疾病的关系 也就是今天的主题 还有谈类生物医学的部分 那刘所长呢 他现在也组织台湾的 那个生物资料库 的设立 带有一个很重要的推动 台湾生物医学研究 以及生物医学产业发展的一个工作 那刘所长呢 曾经担任过 在国外很有名的期刊 叫做明朝研究杂志 Jonal Clinical Investigation 的互编辑 而且现在是也是很有名的 这一个 皮肤科学杂志 Jonal Dormatological Science的专项的主编 那刘院士当然获奖无数啦 那其中还包括了这个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中 我们Tinker的纪念奖 他是给那一个癌症跟肺病研究结出的 这一个奖项 而且呢 是我们台湾皮肤科 很重要的一个 皮肤学会的一个奖项 李耀钦教授的纪念奖 他也是我们台湾皮肤科 医学会的荣誉会员 那今天我们很高兴 请到刘所长来跟我们讲 今天的主题 发言反应与疾病 到底他是我们的敌人呢 还是我们的朋友 一个亦敌亦友的关系 那这一个很精彩的演讲 让我们大家鼓掌欢迎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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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陈副院长的介绍 也谢谢各位 今天天冷下雨 来这边听这个演讲 那我很非常高兴 能够有这个机会 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对这个发言反应跟疾病的 关系的一些了解 那我在研究工作上面 刚才陈副院长也提到是免疫 还有对发言反应也很有兴趣 那在专业演讲 在这方面专业演讲 倒是给了相当多次 但是科普的话 实际上是第一次 那我知道看到这个 那个就是报名的统计 有不少是生意这方面的 那希望我讲的不会说太太简单话 那对于这方面并没有 也算是陌生的 希望讲的可以是能够能够了解 然后有些收获 那这发言反应 发言这个字 事实上知道已经是有2000年了 那那个时候就说是发言呢 它是一个拉丁字叫做 set to fire 就是放火 烧起来 那这个就是inflame这个字 但是事实上到差不多一世纪前 差不多150年前 才把那个细胞的观念放进来 放进这个发言反应 那然后就知道说发言反应 大概是怎么陆续去开始有些 有些那个新的发展了解 但是是最大 所以这个发言反应并不是很新 但是跟疾病的关系是比较新 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情 就发现说是很多疾病 也可以用发言来解释 那有些疾病过去认为不是发言 是其他的原因 那现在发现是不是跟发言很有关系 所以我今天就是把这个题目 就是发言反应与疾病 那第一个先用这个一个简单的 三十秒钟的一个卡通 这是从google download下来的 那就是我觉得 把这个急性的发言 我觉得是一个很简单而明了的 一种解说 那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微血管 然后有那个什么血 就是红血球会流过去 有的时候会有白血球 那然后你会发现有细菌进来了 这好像是一个皮肤吧 皮肤下面细菌进来之后呢 那这个细菌信号会让这个微血管的细胞 这是管壁的细胞 它会反应 然后这边有些血里面的物质就跑出来 然后呢 然后接着就是让这个血管另外一个信息就是它的白血球会出来 好那就是红血球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细菌来了 然后它会放出一些信号 然后它会放出一些信号 那这个血管呢 它得到这个信号以后它就会做一些改变 然后这边的话它在血管里面的一些有些液体还跑出来 那这些带的一些物质呢 跟这个细菌会结合在一起 又产生一些信号 那这白血就出来了 它开始吞噬这些细胞 这个细菌把这边清除好 那这就是急性的发源反应 那所以发源反应的定义 就是说是生物组织受到外伤内伤或是病原感染 像刚才就是一个病原感染的一个例子 或者接触到刺激性的物质产生的反应 然后它的组织的反应呢 是包括了红肿发恶跟疼痛等症状 那红的原因是就是因为维血管会 血管会扩充 然后血液流的会更多 那就所以是红 因为血液是红色的 所以它会有红的 比较那个部分的组织会比较红 颜色比较红 它总的话是因为刚才说是血液里面的物质会跑出来 那发热的话也是因为跟血液循环有关 它就是我们的 这是那个cold body temperature 它会就是发散到这个 就是周围的受到伤的这个组织里面 那疼痛的话是因为也是这些物质出来之后 它会影响到这个神经的末梢 那所以在这个 这个我下面的演讲里面 先会讲一下 就是病原跟发炎反应的关系 然后讲到外伤 然后讲到一些刺激性的物质 然后讲到跟 事实上是内伤 但是是一些比如说是跟心脏有关的跟Tancel有关的 所以包括的范围是满管的 那这个我们人体实际上不是人体 就是就是低人动物也是一样 就是都有这种 就是抵抗 Defense的一个机制 那就像我们国家如果是外来的敌人的话 我们会知道怎么样抵抗 那这个 就是这抵抗的机制呢 是靠一些免疫的系统 那所以免疫的反应跟发炎反应是息息相关的 那免疫反应有两种 一种是先天的免疫的免疫的系统 一个是叫做适应的反应 那适应我先暂时不提 那先天免疫的话 两个主角是Nutrophil跟Microphage 那这个是失忠性白血球 另外是巨石细胞 那失忠性白血球 在血液里面 你们刚刚看到那个卡通里面 那就是失忠性白血球出来 那它是在血液里面 血液里面当然是红血球最多 但是白血球里面最多的就是Nutrophil 失忠性白血球 它的大小大概是红血球的一倍半左右 那它是在显微镜下 如果染色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有 它有几片的细胞核 三片到五片左右 那它为什么叫中性呢 那是因为染色的时候 有些细胞是蓝色的 变成蓝色 有些细胞变成红色 那又叫Basifil 又是Sinophil 那这个是没有被 没有 又不是蓝色 又不是红色的 它是中 就是等于说中色 那是叫做Nutrophil 那刚才那个卡通里面 显示出来 就是这个 Nutrophil呢 在血液里面循环 那它吃到这个信号的时候呢 它会从血液循环离开 到这组织 那这个时候 有一个叫做区化因子 就是Kemokine 它是在这个 发言反应里面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在这个演讲里面 会提到几个细胞 最重点 几个细胞 几个分子 那分子 就是一个重要 就是叫做Kemokine 所以区化因子 详细情形 不需要说特别了解 但你知道说 这个蛋白质 那因为它的 有它的关系 这个白血球才会 说是出来到哪里 知道到哪里去 然后它就 它是到这个 有病菌的地方 然后它就会 把这个病菌 要不然是吞食呢 要不然就是把它 把它那个杀掉 或是它把它吸附住 有一种方式 但它最后的结果就是 它会 它是抵抗 抵抗这个病菌 然后把病菌最后消除掉 所以这个是 这是一个 就是在发炎反应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胞 就是Nutrophil 那这个 这个 那个video呢 蛮有意思的 就是 现在蛮有名的 就是 这个是白血球 这个是白血球 这个是红血球 那这里面有一个Nutrophil 那这些是细菌 那它就 会知道细菌的哪里 它就一直 一直在 在这个 确实这个细菌 它最后是会把它吞食进去 那现在还没有 慢慢了 然后它现在终于这个细菌进去了 被吞在里面 然后它又找到另外一个 好像也是细菌比较大一点的 它过去把它吞食进去 所以这个 这个是 就是它有这个 吞食的 这个功能 那这是第一个主角 第二个主角是 Microphage 巨石细胞 那这个也是一样 它是会把病原 呃 吃进去 然后吃进之后 跟那实际上 Nutrophil也是一样 我刚刚没有讲 就它有一些 叫龙小体的 那它会 最后呢 会把这个病原 把它 分解掉 然后分解的产物呢 它会出来 那所以就是在这种 抵抗这个病原的 角色上面的话 Nutrophil跟Microphage 差不多了 对它也可以把它吃进去 也可以把它 分泌出一些物质 杀死这些 这些细菌 那 唯一一个差别 等一下我会再 再多讲一下 但是差别就是 它 因为这个物 这个分解之后呢 它 就是详细进行 我想就不提 但是它最后 它能够让那个 我刚提到说是有 有先天性免疫 跟那个适应性的 反应的免疫 那它再会让那个 适应性的 反应 免疫的反应会出来 那个对象再提 那基本上的话 那就是这两个 Nutrophil跟Microphage 就是在做 发炎反应的两个主角 那所以在这边的话 说是发炎反应 是敌或是有 那这里面很明显 是有 因为如果说你没有这些 发炎反应 没有这个Nutrophil 没有Microphage的话 那有细菌感染的时候 就完全没有办法抵抗 那所以这个是 就是人体不能缺少的 一种抵抗机制 那这个抵抗机制 反应出来是一个发炎反应 那另外就是 另外一个病源是 病毒 那这病毒的话 就稍微不太一样 那病毒 人体 知道说是 有病毒感染的时候 它这个有个叫 急状细胞 等一下我会再 再多谈一下 所以先暂时 不讲这个急状细胞 那它 会让这个 两个 那个淋巴细胞 一个是T细胞 一个是B细胞 活化 然后T细胞 会产生一些细胞激素 那我刚讲说是 我刚会讲到几个细胞 然后几个物质 有两个就是 刚讲Kemokine 就是区化因子 那另外就是Cytochine 叫细胞激素 这两个就是 发炎反应里面 最重要的两个 两个演员 就是细胞激素 跟区化因子 一个是Kemokine 一个是Cytochine 那另外呢 这个活化细胞 T细胞 会产生细胞激素 另外它这个 它知道 有病毒感染的时候 它会变成叫做Cytolytic T-cell 它是会 杀死其他细胞的 那这个病毒 通常会到细胞里面去 在那边存活 然后它这边可以繁殖 然后又出来 那这个细胞 它会知道说 这个病毒在哪里 然后把它把这个 这个细胞 毒杀病毒感染的细胞 所以用这种方式 来抵抗这个病毒 那另外一方式就是用B细胞 B细胞 会产生抗体 然后抗体呢 会可以综合病毒 所以刚刚就讲了三个 一个是Nutrophil 跟Mucrophage 两个来抵抗这个病原 那另外呢 就是用淋巴球 淋巴细胞 来抵抗这个病毒 那这些也是 这些是免疫反应 但是也是可以产生 产生那个 发炎反应的 基本的一个过程 好 那 这就是 我刚讲的 就是发炎反应 是我们的 有 不能 我们不能缺少这些 发炎反应的细胞 或是这些 这些激素啦 或是那个 那个 Kemocyan Cytocyan 那 我现在就 在下面讲一个 我觉得是 是发炎反应 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那就是Injury Repair 那是伤口 受伤了以后 我们怎么样 让它复原 那因为我是皮肤科的 所以我选了一些 选的例子 也是要跟皮肤 比较有关的 我比较熟悉一点 那 所以伤口 修复的机制 那一般说来 受了伤之后 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让这个伤口 来修复 那第一个阶段 是Inflammation 所以一伤 又受伤的时候 我们当然知道说伤口 有伤口 但是这个第一个反应 就是发炎反应 就是发炎反应 那这是局部的发炎反应 等一下我细节 会稍微再讲一下 那这个在第一天 第二天的时候 是局部发炎反应 然后再来会有细胞增生的过程 然后最后伤口愈合成熟 那这个是大概是一个礼拜左右 那这边的话 一两个礼拜 但事实上 有的时候大的伤口的话 可以到一年还在那边修复 然后才一直在 让它最后能够成熟 那所以啊 所以这边 第一个就是 如果是 这边是皮肤 就受到伤了 这样受到伤 当然是 应该是第一个感觉是疼痛了 那接下来 这边有个微血管在这里 所以应该是 看到的是 是 有休血 流血 那接下来呢 我在人体流血的时候 学校板就会进来了 那学校板进来之后 让我们血凝固 所以这是我们身体的第一个反应 那这个还不能算是发炎反应 但事实上学校板也会 也会贡献到发炎反应 那这我就不再提 那这个再下来呢 就是说是有病菌进来 那各位也许会说 我其实平常 经常洗手 虽然说割了伤以后 应该没有病毒吧 但是 这真的是非常奇妙 就是我们人体 你自己不知道 但是我们比如说皮肤上面 是有成千成万的病 这个细菌在上面 那跟我们是相当无事 我们也不干扰它们 它也不干扰我们 所以我们叫做 commenso bacteria 那它不是 不是会感染我们的 就是它就在那边 我们对于是 就是共生存 那平常我们更不会知道 但是一受伤的时候 如果这些病菌 就会进到人体里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 产生反应 那就像刚才我们 这个卡通 第一个卡通一样 就是有泄菌进来以后 白血球就知道去怎么样去 杀这个病菌 那所以这个情况也 这边也是一样 它这个入侵的病菌呢 就会吸引到白血球进来 那这个白血球呢 先是失中性颗粒细胞 就是neutrophil 所以这在第一天的时候 是neutrophil跑来 然后这些neutrophil就开始 清这些细菌 那细菌你看越来越少了 那在中期的时候呢 有个叫做单核细胞 进到这边来 然后这个单核细胞 它活化以后变成巨死细胞 这就是macrophage 它的前身是单核细胞 叫monocyte 然后它也可以帮助 吞食侵入的细菌 死亡的组织和血球 那这就是单核细胞 所以大概在几天左右 单核细胞进来 然后它会活化变成巨死细胞 在这里macrophage 然后它继续这个neutrophil 没有完成的工作 还有一些neutrophage也死亡了 那它可以把它吞噬进去 那接下来这边就跟发言 不是说那么有关了 它就总是要愈合了 愈合的话就是填补缺湿的组织 并拉进伤口两侧 帮助愈合形成八痕组织 那就是这里的话是角质细胞 这边还是要修复才行 那这个时候纤维母细胞 就占重要角色 它会分泌胶原蛋白 还有弹性纤维蛋白 那这些的话就是在这边的伤口 能够把它愈合 那另外的话就是角质细胞呢 也必须把这个伤口愈合住 那它会移动 也会增生 然后这边再过 这个伤口就越来越小 最后就看不出来是有伤口 所以这就是到最后呢 这个巨死细胞还是会在这里 还没有离开啊 那它就在这边继续把这个一些 就是死亡的细胞碎屑 和一些多余的八痕组织 再把它修复一下 等于说在这边做clean up的工作 所以这就是一个 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 发炎反应的例子 那这也是 那我们说发炎反应在这里面是 是我们有或是低呢 应该是有了 因为如果说没有发炎反应的话 伤口就不会愈合了 所以它是伤口要愈合的话 先从发炎反应开始 所以才会有这个 这个一步一步这样子 到最后愈合 但是前面这段没有的话 就是发炎 这个伤口就比较难愈合 那但是这种免疫的机制 发炎的机制 也会有代价 那因为很难讲说多少才够 对不对 就是它我们知道 我们一定要发炎反应 才能够抵抗这个外面 外面来的病毒 需要发炎反应 藏口才会愈合 但是实在是很难说是知道 说是要多少才够 那这种事不是perfect 那所以现在讲 举个例子 就是说是 当这个发炎反应 是本来应该是帮助这个host 然后比如说在那个感染的情况下 但是它太过分了一点 因此它得到的 它得的结果是 对人体反而是有很大的威胁 那这就是我想各位还应该记得 差不多十年前 已经十年了 SARS影响我们非常大 那2002到2003年 那亚洲的话 大概是上万的人受到影响吧 那有死亡的人数也是将近1000 那经济损害也是到400亿美元左右 这是一个 当初找到了 这个会影响到 造成SARS是一个病毒 那它的名字叫做冠状病毒 那因为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这个 像皇冠周延的这种 图书的一些构造 那所以叫做冠状病毒 那这个是当初这个 台湾造成严重的感染 对很多家医院 封院 很多人戴着口罩 那这个是前任的 前后任的卫生局长 到和平医院去 他们穿的这个包容 密不透风的衣服到这个医院去看 那这个是当初的病例 大概是六七百个人影响到 那应该是百分之十五左右是 就是死亡 那就是 所以大概应该有上 详细数目不太知道 但是大概有三百个 三百左右的的死亡的Case 那这个跟这个 留心性感冒 一样 就是说有发烧啦 頭晕啦 疲倦啦 頭痛啦 肌肉整齿痛 喉咙咬之类的 但是它最重要的就是 它这个病毒感染之后 它会影响到肺 然后会肺炎 照X光片的时候 看出来肺炎非常严重的 所以有些病人就需要用呼吸器 才能够帮助维持他的生命 有10到15%左右的病例 感染了之后 他会没办法生存 那这个就是人体对这个病毒有的感染 发生的发炎反应 而这个发炎反应过强了 那因此呢 影响到 这时候叫做Cylochin Stone 就是细胞激素的风暴 那刚刚给我提到过 说是细胞激素 还有这个Chemocin 是非常重要的 在发炎反应占重要的角色 但是他如果说是过分多的时候 他会产生叫Cylochin Stone 那这种情况下 这个Cylochin呢 这是这个过度的免疫反应 或发炎反应 而破坏了肺部的组织 那得到结果就是 就是很严重的肺炎 那下面的话 我刚刚讲到说是 发炎反应跟那个感染 还有伤口的修复 那讲到说是 他对这个应该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呢 但是在某种情况下 他本来是应该是 对抵抗这个病原有帮助 但是他过分的话 会影响到 对这些生命是会有威胁 那我现在在下面就讲几个 另外的例子 就是这些就变成是 他们讲的都是急性的 发炎反应 那我现在再讲一下慢性的 慢性的发炎反应 那有些是 我们过去就大概知道 是发炎反应 但是后面我再讲几个例子是 是过去并不知道 说是真的是发炎反应造成的 那现在知道发炎反应 这样很重要的角色 那第一个是讲过敏 所以我想前面的话 那个讲到习宝 就是细菌感染 然后伤口 我想各纪各位都有经验 那过敏的话 我想也是大概十几 二十个百分 percent的 所以都会有过敏的经验 所以在座各位 里面大概有不少 是知道过敏 受到过敏的影响 那这个是一种 這種過敏的反應 然後通常就是說在我們周遭有一些物質 是應該是Harmless的 但我們身體還是會反應 因為它是Foreign 那但是有的時候反應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但是對這種本來是Harmless的 它產生這個反應 而反應的結果呢 會產生過敏 那這個物質呢我們就叫過敏原 過敏原 那譬如說是跟皮膚接觸到的是乳膠 是一個latex 或是動物的毛髮 會接觸到皮膚之後 讓皮膚有過敏的反應 那牛奶 喝了牛奶 有些藥物會產生過敏 那有些就是那個 譬如說是花生啦 其他的其他的核果造成 也是非常通常見到的過敏原 我最近聽說是就是 比如說是最近小孩子 這種對於這個 對於這個 發生的過敏越來越多 好像說是大概可能 比如說一個裡面 五個裡面就一個 那事實上是這個過敏 過敏越來越多 那這個原因是 等一下我們有機會 也許可以再談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 過敏會越來越多 Anyway 這個是吃的時候會產生過敏的 有的時候注射的話 藥物或是蜂蜜蜜蜂 蜜蜂那個毒液跑到人體 有些人就會反生 產生過敏的反應 那另外 另外吸入的話 比如說花粉 那我想有些 在座各位 有些大概會知道 是有花粉熱的經驗 黑 fever 那就是因為 花粉裡面有一些 有些蛋白質 你們對它會產生 它是一個 應該是 harmless的一些 substance 但是你們吸進去之後 產生了這個 這個過敏的反應 那灰塵的話 並不是灰塵本身 而是灰塵裡面的mite 就塵蜜 也是過敏炎的一種 那黴菌 fungus 動物毛髮 那這些過敏呢 通常在小孩子的時候開始有 那這些有幾種不同的 表現的方式 一個是濕疹 這是皮膚的 就是異味性皮膚炎 那通常是異味性皮膚炎先出來 然後呢 在同時 就是在小時候 比如說是六個月左右 就可以發生 一次到兩歲左右 發生率比較高 那食物過敏是另外一個 也是過敏的一種 那結果呢是會氣喘 然後最後鼻炎才會出來 那這個順序不一定是 一定是這樣子 但是這個大部分是 是這樣子 所以這叫做 allergic march 那這些都是有 就是 都是相關的一種過敏性 過敏性疾病 那好在食物過敏的話 通常就是幾歲之後就 就沒有了 那這個濕疹的話 也是會慢慢好 那氣喘的話也是 也是一樣 但是鼻炎的話 倒是會 會比較容易延續到成人的時候 還是會有 那這些當然都是 在成人時候再開始 也是有這種的 那再講一下 這個過敏的這個發炎反應 是怎麼樣的 那剛剛提到過 淋巴細胞有兩種 一個是T 一個是B 那我們先講B細胞 那B細胞就是產生抗體 就是有Igm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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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過來的 然後它這邊是會接到過敏原的在這裡 接到這個ID接到這個Mysel上面去 然後這些都是過敏原 然後在看到過敏原的時候 它就會把這個Mysel活化 Mysel就會產生比如像組織胺 還有其他能夠造成敏感的一些物質 那這個histamine我想大家都聽過了 會造成比如說打鼻涕、流鼻水 就是流眼淚或是眼鏡紅之類 這些現象 那這就是敏感反應 那histamine是重要的 是重要的造成敏感的原因 那稍微再深一點 就是B細胞怎麼知道造成IgE呢 因為是T細胞的控制 所以T細胞是有發號施令的這種細胞 它會跟B細胞講說你必然必須要產生抗體 而某些T細胞會跟B細胞講說 你要造成抗體是IgE的 那T細胞怎麼知道所有這些發號施令呢 那就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細胞 這代表應該是Commander 那它是叫看元呈現細胞 就是Androgen Presenting Cells 那另外這個名字是叫Dendrit cell 就是叫做極狀細胞 那極狀的原因是因為它這邊就是有像觸角一樣生出來 叫Dendrite Dendrit cell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種細胞 那講一個插曲就是去年的諾貝爾獎 給的是給的那個做Rolf Steinman Rocqueville大學的做免疫學的 那它就是因為它發現了這個Dendrit cell 所以它拿了這個諾貝爾獎 但是可惜的 而且但是也算是有趣的就是 它事實上是在諾貝爾獎 公布前三天它過世了 那這個諾貝爾通常是不給就是過世的 就是現在活的才會再給 那當初我們在免疫界大概知道它 那時候身體不太好 事實上它是儀仗的cancel 但是諾貝爾的那個委員 不太缺不知道 不知道大概知道他生病 但不知道他那時候已經是 就是已經快接近 就是在公布的時候不知道他已經過世 但他最後決定還是給他 給他的小孩來領這個獎 那他的貢獻實際上非常大 那同時呢他因為他研究這個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種細胞 他應該說他是發號釋令 所以在免疫反應裡面是很重要 那現在在做 那個 原來講講癌症 但是我不會講一個就是 我們就是癌症的治療方法 有一種方法就是 看看我們怎麼樣能夠用我們的 免疫系統來看癌 那這樣就變成很重要的一種細胞 那他因为研究这个的 所以他就自己用自己的这个细胞 来治疗自己的那个胰脏癌 结果他事实上是对他是有用的 所以他得到胰脏癌之后 他生存了大概五六年 五六年才过世 那他没有这个的话 我想他拿不到诺贝奖 因为诺贝奖就是总是要等几年 知道他的成果以后才能再给他的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在公布前三天他过世 他自己也没有 自己不知道说是他拿到诺贝奖 那这是个插曲 那颜格医生涯就是 这个也是一个卡通 就是过敏反应 刚刚讲的肥大细胞 比如说这个是密封的毒液 进到这个是一个micell 然后这边有很多 产生histamine的granule 有颗粒在这边 那这是IgE 那这是过敏源 接到以后他的信号会进去 然后最后这个 这些这个有histamine的颗粒会跑出来 那那就造成造成过敏的 过敏的那个的反应 那那个叫histamine组织丹 但这个这个卡通事实上是不对的 所以这个有时候你在google什么 download里不见得是完全 不要完全相信这个是对的 那因为这个这个 他的histamine release的时候 细胞是活着的 他只是把他就是 histamine出来 但细胞还是一样是survive 在这边画出来 大概说是好像整个细胞就变成 就是分上这个 实际上是 实际上并不是正确的 那跟过敏 跟他跟那个就是鼻炎 有关的是气喘 气喘是比鼻炎 严重一点 因为他是有时候会呼吸困难 那这个是在气管的 在正常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这边是呼吸气管 这边是呼吸道 那在气喘的时候呢 一个就是为什么会气喘 一个重要原因是 它是bronchoconstriction 就是它肌肉紧张 因此它这个气管就收缩了 一收缩以后 它的通口就小了很多 因此就是呼吸就会困难 所以造成气喘的原因 但这个是过去 比如说30多年 如果讲到气喘的话 大概就说这个就是原因了 但现在的话我们知道 事实上是information 这样很重要的角色 那information 比如说它这个粘液的产生 也造成呼吸困难 也是因为发炎反应的关系 那另外呢 就是也许 就是不太容易想象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事实上是等于是 在这个部位有injury 那我刚讲说发炎反应是外伤内伤 那这个也可以想把它想做是一种内伤 那这个内伤呢 事实上是发炎反应造成的 那所以是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它是很难分别啦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边最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不太确定 但有了这个inflammation之后 有发炎之后这边就会有点像受伤一样 那他就要受伤以后就要repair 那就是那但是他一直受伤一直repair 那这个最后结果就是他的皮 他这边的这个lining呢就越来越厚 那越来越厚的通口就更小了 再加上这个肌肉紧张以后他更小 所以这个时候就到最后呼吸困难 所以这是也是一个发炎反应跟疾病的关系 所以在这里的话发炎反应 本来是不晓得为什么会这些病人会有些发炎反应 但最后发炎反应是影响到这个病 而让这个病到最后甚至到致命的程度 那发炎反应占了很大的角色 那所以过敏的治疗跟预防呢 那在这个演讲里面我想要就是讲到就是 我们对发炎反应的了解越来越多 那科学的发展呢真的是是长期性的 那也许也许短期你也看不出来 但是像这种过敏反应 过去知道是有这种反应 慢慢知道大概是什么样的细胞 比如说是肥大细胞的这些 那这个进步呢就会让我们有知道说应该怎么样治疗 而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就是对它了解越多之后 我们治疗方法就越来越越前进 那就是一般说来我们要治疗的方法呢 一个是避开过敏源 那当然是没有过敏源的话就没有敏感 但是这个很难做到 然后安排 histamine就是看组织胺的 比如说是我想这个有些我想各位有些 也许也是用这个来维持住这个发炎的那个敏感的反应 那内部尘非常有效 但是它有很多的副作用 那减敏疗法的话就是如果你知道它是 你是对什么敏感源就是敏感 那可以用医生会拿这个敏感源 让一些非常小的剂量就是注射进去 然后慢慢把这剂量增加 然后隔一阵子之后 这个身体完全知道什么原因 那个IgE的量就越来越少了 那因此过敏的这个现象也就越来越少 所以这是一种方式 这个蛮古老的方式 但现在还是在继续用 但是最想讲就是 就是抗IgE的抗体 这个最新的就是最近的发展 那这个张子文教授他也是在这个上面 他那时候的公司Tennox 后来跟Genentech两个合作 发展出来这个叫做Omalisma 或是一个叫做Zoleil 它是这些抗体 它会看到IgE 而让IgE不会不能再有它的活性 所以这边画出来这是IgE 那这个抗IgE的抗体 所以它两个都是抗体 一个是IgE 一个是抗IgE的抗体 那所以这个IgE本来应该是负责在肥大细胞 然后最后会让肥大细胞活化 然后组织胺会跑出来 但现在它不让它负责在上面了 所以这个 那这个在美国的卫生署通过了 让它来治疗这个气爽 Isma 那另外它在对鼻炎一定是有效了 鼻炎是比较 Isma不见得是完全是IgE 所以它的药效不见得是对每个人都有用 但是对鼻炎的话应该是有用 只是说是不是需要用这个 因为它有很多抗组织胺的这些 Ankihistamine就能够用了 那另外它对食物过敏也应该是 应该是也有帮助 那另外再讲一个例子就是Sorias 那这也是皮肤病 也是因为我是皮肤科医师 所以我想再举个跟皮肤有关的一个例子 那刚才提到的敏感 我想大概应该是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人有 那Sorias的话就少一点 那在欧美的话大概是百分之二百分之三的 这个population会有肝险 台湾的话这数目是0.2% 我觉得这是偏低了一点 我想应该是 如果真的这么低的话 应该有去就觉得是 也许是六星病专家应该就是看看 是不是知道说为什么会这么低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跟这个差不多了 所以说明这个数字不可靠 所以大概是 我觉得是 全世界讲来的话大概是百分之三 这是一种反复发作的慢性皮肤炎 反复发作事实上它事实上是 有这个肝险的话是一辈子的 但是它有的时候会好一些 尤其是你治疗的话 但是呢 但是即使说转好以后 它也会在 一步治疗一步用药的时候 它就会再反复发作 但是它不是传染性的 那表皮呢会增厚 然后有银血状的那个厚角质 还有浓泡 那所以有些这个 另外一个名叫做银血病 在这个表皮是这样子 那真皮的话是有更多的血管 然后发源细胞 在里面可以看得到 那所以这是一种 发源反应造成的一种皮肤病 那全身的皮肤都会影响到 比如说皮膏 包括头皮啊之交啊 那比较重要就是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不只是皮肤 受到影响 它是一个metabolic syndrome 它是代血综合症 所以这些病人的话 我们就要注意到 他心脏的问题 他是不是有糖尿病 然后通常他们都会比较肥胖一点 那所以他是 现在我们对这种发源的了解以后 这也是跟发源有关 虽然是皮肤的发源 但它会影响到全身 那所以这现在有个 有个名称叫做代血综合症 那这个病人 在这个例子下 他是大概80%的皮肤都影响到 非常蛮严重的 那这个近点看的话 这是他的显 这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是切片 现在在显微镜下看 那平常的我们正常的皮肤的话 大概差不多最多这么厚 就是这样子这么厚 那这个的话 在这个的话 比那个正常的皮肤厚了很多 那这边都是发源的那些反应的细胞 那如果做染色的话 就看到这个发源反应的细胞就更明显 那这边就是这边是有相当严重的发源反应 然后造成这个皮肤的细胞的 就是繁殖跟那个变成变厚 那这个大概是我的 这个原讲里面最复杂的一章 所以前面我讲的都把它稍微简单一点 就是敏感反应是怎么样子的 那这里面我稍微讲多一点 因为我想刚才你们大概已经 就是多了解了一下这个免疫的反应 B细胞T细胞都知道了 所以我想稍微再advance一下 那这个下面的不会再复杂 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这边是有一个很好一个故事 就是我们对肝癌的治疗的发展是 真的是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科学发展的 一个很好一个例子 就是对治疗疾病的帮忙 那所以首S的话 就从外面的刺激开始 那刺激之后会有里面的受伤 那这个不见得说是很明显是怎么样的刺激 但是总是有些受伤 就是细胞真皮里面会受到伤 或者说是有些感染的时候 那最后就是极状细胞会活化 那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它是一个大概是法后施令的 Dendritic cells 那这个Dendritic cells它会分泌 比如说是这个就是细胞基素 那细胞基素事实上现在有数十种 我刚讲到那个就是kyлох 是 Robinson During the lead 那现在是有知道的 那现在实败是有策 大概有30多个 那免疫学越来越复杂 原因就是细胞 不只是B细胞T细胞有各种不同的 那我现在就今天就不谈 那这个那个Cyrocon,Kinocon也是一样 不只是一两个而是有素质种 但是对这个首要是了解的话 我们就就说是只focus在IR12,IR23 那这些会造成T细胞的增生 那这T细胞呢 然后再会分泌其他的那个细胞基数 就是叫Interferon, Gamma,或是TNF,Alpha 那这些呢会有两种不同的作用 一个是到角质细胞里面 让角质细胞分泌一些其他的物质 或是让角质细胞增生 所以细胞这边这个角质才会变厚 那它会也会让这个血管有反应 那最先的卡通就是 细菌进来的时候血管反应 那个白血球会出来 那这边也同样的 因为这个T细胞产生的这些细胞就是激素 它会刺激到这个血管 那这个里面的那个单核球就跑出来了 那这单核球出来 还有这个原来的极状细胞 它们也都 它们也会产生 TNFR跟这个一样 也造成这个角质细胞分泌即增生 然后这边肝险就产生出来了 所以 这是肝险致病的激转 那这也是 也是多年来 有很多的研究 做研究的 做一步就把这个变成 这个 这所谓的机制 有更多的了解 那这个稍微再讲一下 就是疾病 就是为什么是这个刺激 在临床上是 是有些什么样的现象 就是如果说SV-S 你已经差不多治好 或说是你原来就是有一些 有皮肤病 有一部分没有 但那边如果受伤的话 那一部分SV-S会出来 肝险会显示出来 所以表示这个是对的 就刺激以后 怎么样造成这边的活化 不太确定 但是确实是有一种方式 让这显示出来 是一种刺激 一种受伤 那刚讲过 那个肝险是 是metabolic syndrome 是代谢综合症 因此它不只是肝险 它这个发炎会导致 就是肝险性的关节炎 通常是肝险先开始 有时候十年之后 直接关节炎才会出来 不是每个人都会 比如说是10% 20%的人会有这种关节炎 蛮严重的 那弹尿病在有肝险的病人 比较多 然后通常有肝险的人 他们也是比较容易看到 有肥胖 那这些都是metabolic syndrome 也都跟发炎有些 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那治疗方式呢 就是传统治疗方式 有很多的乳液啦 内部醇的药膏 这个你可以想象 如果说全身都有的话 这非常困难 就是把这个 apply到这个 这个有肝险的地方 那关线的治疗 这通常是用直外线来做 这是局部的 但是也可以做全身的 那口服药的话 就是matotrexid 这个蛮强的药 是很有用的 但是它有一些副作用 比如说对肝 不是会造成肝炎 那最近的进展是这样子 那标靶治疗 刚才我提到过TNFα 是TNFα就是tumor necrosis factor 在这里 在这里有 这边 等一下我到讲tumor的时候 再回到再会讲一下 TNFα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胞基数 那所以这些药厂 它就想说是既然TNFα 对肝炎会造成肝炎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做 这个antibody抗体 来把它包住 就让它没有活性 刚才我们讲的IgE 有anti-IgE抗体 不让IgE作用 同样的 你可以做抗体 不让TNFα作用 那因此就是 它就没办法 就是影响到这个角质细胞 那这是第一个公司 是Centacore做出来的 那这个时候它是因为现在老鼠里面做出来的抗体 所以它后来有一部分是老鼠的蛋白 那另外一个公司是Abbot 它就把它变成全部是human的人的抗体 那另外一个公司就是MGIN的 它是用它的受体来做 因为它的受体本来就是会包围住TNFα 可以说也让它不作用 这在细胞上面它才会作用 但是它如果把它分出来不在细胞上面 而单独拿出来的时候 它会把它包住 不让它作用 所以这些就是这三个不同的药厂做出来的 做出来的那个药 现在都是可以 肝咸的病人都可以用的 那这个是一周两次是 过去像比如说擦药的话 每天都要擦 那这个的话 刚开始三个月左右 一周两次 但后来一周一次就可以了 那这个的话是两周一次 那最近大概两三年前 另外一公司这个是CENACO做出来的 它是看它是把IR12跟23的作用的 那回到这里 这边是就是极状细胞 它最先分泌是12跟23 然后才产生才造成这个后来的后段的这些反应 那他们这公司做的就是 就是做出了抗体 能够bindIR12跟IR23 那这个呢就是 这个病人打一针 然后再过一个月之后再打一次 然后呢每三个月打一次 就变成一年只四次了 一年四次 自己可以自己可以打 那刚才我显示出来 那个一个蛮严重的一个病人 那这样打了以后 他大概一阵子以后 他就几乎是没有手来死 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 而且让人家觉得 有兴奋的一些发展 就是我们对发炎反应 其他疾病也是一样了 有更多了解之后 那我们药物也就会更好 好 那再讲另外两个慢性发炎 那这个在不晓得什么时候 Time Magazine上面 特别讲到Inflammation 讲做Secret Killer 那刚才那些肝癬啦 敏感啦 我们都知道 很明显是有 然后知道是发炎 但有些情况下 我们不知道有发炎 或者是没想到的发炎 会是造成疾病的原因 而到最后呢 是蛮严重的 那这上面讲说 The surprising link between inflammation and heart attacks and cancer and Alzheimer's 那我讲一下 我会讲heart attack跟cancer 那Altsheimer是 你们都知道Altsheimer 就是失智 那是很严重的问题 那事实上我们现在也知道 它是Inflammation 这样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这个病人里面 在脑部里面 是有Inflammation 然后他最后是得到 Altsheimer的症状 昨天我看了一个消息 是在Nature Medicine 这个杂志里面发表的 那他们有个团队 我不再记得是哪个学校的 他们有个老鼠 他们是Genetic Modified老鼠 他们老鼠就是隔离症之后 开始就是它自动的 不要用怎么样的方法 它就会自动会产生 像Altsheimer一样的症状 另外我们知道是在Altsheimer 刚刚说跟发炎反应有关 那事实上是两个重要的 就是会造成Altsheimer 并不是就是靠他们 但是这两个占重要角色 就是I-12和I-23 就跟Solice有关的 所以这个团队呢 就在这个老鼠里面注射 I-12和I-23的antibody 就像Solice病人一样 结果一个月之后 这老鼠是一开始就注射 那它一个月之后呢 它的症状减低了30-40% 那有些已经有这个症状的老鼠呢 再给它打的话 它也这个Altsheimer的症状 也会减低 那所以我相信这个很快 会在那个做临床的实验 那因为这个药已经拿来用 在感染上面用了 那现在就是是不是在 是不是在Altsheimer里面 也会有用 也会有帮助 那我们就可以 实际上期待说 是不是有 是不是在这方面的进展 造成说是能够治疗像Altsheimer的 当然以后还有其他的 进展也可以 就是希望对这个information 了解以后 能够有更好的药物 那Altsheimer就不讲了 那就讲Hard Attack跟Cancer 那我前面讲的是 从比较通常看到的 The Bing 各位都比较有经验的 那后面再讲的是 希望说是各位 就是并没有 还受到影响的 但是这个正常的 Colin artery 这贯栓动脉 这个年轻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 这个观传动脉都像这样子 但是慢慢的就会有些 有些情况下 会有些动传 动脉周转硬化 这些事我都是过去 过去的这个 演讲特别 特别要学一下 但是还是讲 Athro Scroces好了 然后呢 所以你看它的血管 就变成窄了 那这个时候 如果有Block Cloud的时候 它就完全不通了 那这个时候因为冠状动脉是要输血跟氧气 就是氧气 还有那个 还有nutrition 到这个心脏的细胞 所以它一个血管 它一不能不通的话 这些细胞都会死掉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 Head attack 那这个定义呢 就是因为脂肪和胆固醇的物质 沉积在血管壁 而导致血管硬化 所以这是正常的 而这边呢 就是有Athro Scroces的 Plock 这叫做 这叫做那个 斑块好像是 那大概是1000个人里面 大概17个人会这个 但这个是全部的population 在年纪大的话 当然就会比这个多了 那在美国大概有 大概有将近500万 得到这个动脉硬化 那症状呢 在心脏的话 是轻的话会有心脚痛 那重的话 有致命性的心肌梗塞 脑部的话 轻的时候会感到头晕头痛 严重的时候会有急心的中风 那脚部血管的时候 有些下肢的缺血坏死 那有的时候 不得不把那个截肢 然后才能保住性命 那这原因呢 原因呢就是 当然是 刚才讲的疾病 几乎都是有些家族 病死会跟遗传 那这个也是也不例外 那老化的时候 这个心脏比较容易硬化 那另外呢 就是高血压 也是一个大的原因 那糖尿病的病人 比较容易得到 得到这个硬化 那外在的因素呢 就是如果是高胆过程的饮食 我想各位 这个应该很清楚 吸烟 也会造成这个 都蛮硬化 那原因是 它的机制是怎么样子呢 就是如果是 高胆过程的肌肉 尤其是就是 这个是低重量的 胃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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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 血管里面沉淀下来 然后它会被Modified 那Modified是被Oxidized 然后这些Oxidized的LDL 就会被那个 就是巨死细胞 或是极状细胞吃进去 那这些呢 产生发炎反应 因此整个血管 就是在那边有 在这附近 就是有些发炎反应 而得到最后结果 就是多蠻硬化 那这个是很漂亮的一个卡通 就是写的稍微更清楚一点 就是在 这是LDL 它会进来 这是Colesterol 然后呢 它会被氧化 那它怎么样呢 会让这个 它这个血管的 B的细胞活化 然后这个Modified 就会进来 进来之后 它会清除这个 Modified的LDL Oxidized的LDL 然后到最后变成 全部在里面 我们叫做Foom Cell 那这个也是比较容易被 被活化 而它会分泌一些 造成发炎的一些物质 那所以这边就变成 又有这个 这些那个Colesterol在这里 又有发炎反应 这个是血液在这边进行 这个是血管 那这边的话是血管B 那所以这边的话就是 所谓的斑块 那同时 同时这个发炎反应 会让这边的肌肉细胞有增值 然后它会迈回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这血管B越来越厚 那这个血管就越来越 血管的通道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小 那所以这边的话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在这里就产生 这个斑块的地方 那这边有肌肉细胞 那这些是那些细胞 那可以看到这边的话 这边是越来越厚 但这边这个细胞 这个血管的B呢 是越来越薄 跟原来比较起来的话 那通口越来越小 那这边如果 然后发炎反应会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它会造成这边的 会影响到这边受伤 所以很多发炎反应跟injury 都会连在一起 那这边 这边在这个情况下 有injury的时候呢 这边就像说是 平常我们是出血的时候 它会凝固 就像我刚才讲说 是那个伤口的时候 会有出血 会血小板进来 然后凝固 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最后产生血栓 产生血栓结果这边就不通了 然后这就是造成 这造成high attack 那同样的就是 要我们知道说是 这个动脉运化 跟发炎有关 所以很多公司就开始 研究看药 就是发炎 看发炎药物 是否能够治疗这个心脏病 那这些很多在 Face 2、Face 3的trial 那比如说讲两个例子好了 这个是 这个是看LDA的氧化 我刚才提到说是LDA先氧化 然后再会造成这个发炎反应 那如果说能够把它 那不让它氧化的话 也许对这有帮助 那跟发炎反应更有关系就是 这个是一种 那就是区化银子 这是Kemocine 那所以是 所以这公司呢 就是让这个Kemocine不作用 而这个单核细胞也就不会进到血管里面 也不会进到这个斑块里面 那所以这是现在还在第二期中 那最后一件就是 就是跟Cancer的关系 那我想这个 这个一定是就是 了解是 了解是Cancer是现在我们对就是 就是 就是最 比较不容易 Handle的一种 一个疾病 那也最需要 这个研究上的发展 然后希望能够得到 发展到好的药物 那这个Cancer确实是 过去多年来 并没有想到跟Information的关系 但现在呢 你去看那个 教会书上面 写得很清楚就是 就是Information 是占非常大的一个角色 做非常大的一个角色 那 有两点 一个是 就是 在那个慢性发炎的情况下 是会 Cancer会develop出来 那比如说 H pylori 就是Helicobacter pylori 在胃里面 那这个会造成 胃的胃炎 但是呢 如果说是 没有把这个除掉 久而久之 有些人里面 不是所有人 就是少数人里面 他会得到胃癌 那比如说 另外也是 Informative bowel disease 就是在 就在colon里面 他会有 长期的Information 这个 在少数病人里面 他最后会有 Colorectal cancer 那这个在台湾 比较多的是 Hepititis 就是肝病毒 B型或C型 这个也是造成 病毒感染 然后造成 发炎反应 那到最后 最后期的时候 有些病人 就会产生 变成肝炎肝癌 这都是 就是在 发炎反应 就是 变成慢性的 发炎反应之后 有些情况下 它会造成Cancer 所以这是发炎 跟Cancer的关系的 第一个 那这边画出来就是 一个卡通就是 这边是发炎反应 那本来是应该 正常细胞 它会变成癌细胞 那详细情形 就是 为什么会这样子 并不完全清楚 但是知道就是 这些发炎反应的 有些发炎因子 能够造成 这个正常细胞 一些基因的改变 比如说Mutation 那产生Mutation之后 它正常细胞 就变成癌细胞了 那另外呢 跟发炎反应的关系是 变成癌细胞之后 癌细胞的周遭 是一个发炎的 是一个发炎的 是一个在里面 发炎的 一个反应 那怎么样造成 发炎的反应 并不完全清楚 但是癌细胞 它会分泌不少的 甚至 刚才讲的 就是Cylochin Kemocchin 它都会分泌出来 因此它会 它会吸引到这些 这些那个 发炎反应的一些 的细胞 那 有人说是 那个 Cancer 就像是一个 没有办法治好的 一个injury 那因此在host 就是一直在想repair它 那repair 它在附近都是 都是发炎的反应 那 那 过去 我们知道 是Cancer的话 它是细胞 继续在里面繁殖 而且它的细胞 比较不容易死亡 然后Cancer 它需要 血管才能供应 它的氧气 或是 它的 Nutrient 那它也知道 说怎么样能够 制造新的血管 然后它免疫 免疫系统 是会看到 看到这个 那个 Cancer的细胞 而想把它去除掉 但是 Cancer细胞呢 也知道怎么样子 躲避免疫 细胞的清除 那 这些是过去都知道的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 应该把 这个持续的 慢性发炎放进去 就在这 Cancer的周遭 它是一直是有 慢性的发炎 而这慢性的发炎呢 就会 就会 刚才已经提到过 它会让基因有mutation 同时呢 它会促进 这个 癌症细胞的增生 它是促进血管的新生 然后 最后 癌细胞会 会侵袭到附近的细胞 最后 会会蔓延 那这些 发炎的 反应的 因子 或者它的细胞 都会促进 这方面的 的过程 那所以这个是 发炎反应 引导 癌症发生的一种 大概的 现在的一个想法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 看药 发炎药 是不是能在看癌上面 能够有用呢 却是这样子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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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裂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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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 台大研究所 免疫研究所的 材料 为了 科普演讲 那 请他们帮我改成 比较大众化 然后最重要是把这个中文放进来 因为在美国多年 所以中文的话 就 需要靠 支持 别人帮我 翻译 那 谢谢他们 那 谢谢各位的 attention 我们很谢谢 刘首长从 这一个 好的 发言反应 到 坏的发言反应 甚至这个坏的发言反应 到引起我们人类 常见的疾病 我们常常讲说 台湾最重要的两大死因是什么 第一大死因就是癌症 第二大死因呢 心脏病 还有脑中风 都是 所以 实际上 我们以前常常认为说 这一些像癌症啊 心脏血管疾病的东西 都跟发言没有关 那现在我们今天听了 这个刘首长的演讲以后知道说 哦 原来 这一些人类常见的疾病的 很重要的死因 也都是跟 发言有关 那我们 谢谢刘首长的演讲 现在我们 按照往例 有一些 Q&A的时间 大家可以发问 然后呢 我们再请刘首长跟大家来回答 好不好 有没有什么 来 请 各位要问问题 请用麦克风 还有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不好 谢谢 首长你好 那 台北医学大学 医学咨询研究所 一个问题是 刚刚好像没有特别讲到说 也是跟发言反应有关 但是是自体免疫的疾病 哦 是是 所以由这个衍生 那自新免疫 他应该是一直 不定期的 一直在某些地方 有一些information 发言在 那他跟癌症 会不会也因此 导致会有观点 谢谢 好 谢谢 对自身免疫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是在免疫 免疫 我们的免疫系统 有些等于是过强了 那他就是 就是不应该影响到的 比如是对我们自己的细胞 平常是不应该有免疫力 但是就是 就是 没有控制 所以说失调的情况下 对我们自己产生的 自己的细胞产生免疫力 那这个当然也是 除了 这也是跟这个 发言反应 跟他也是息息相关 比如说 关节炎 那个 也是 这是免疫的 那至于跟 跟癌症的关系 据我知道 并不是那么明显 有些有 事实上是有 事实上是有 那那个 我必须讲一下 你这个很好 一个问题就是 比如说是 肝血 目前看出来 并没有影响到 那个 癌症 比如肝血 就是肝血 是皮肤的 这个 发言反应 但是 它并没有让 皮肤的癌症的 几率会增加 所以 并不是完全是 是一对一的 那 至于说是 自身免疫的话 有些自身免疫 所以 并不是说是会多的 癌症 但是有些的话是有 比如说是 有个叫做 polymyocytis 所以肌肉的 这个自身免疫的 一种反应 那 这个 这个里面的 那个 癌症的 肌肉的 肌肉也蛮高的 对 有种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疾病 而且是 可以分得出来的 通常不太需要 切片 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就是一方面 看它的 它的形状 所谓mophology 那至于说是 它的病因的话 也不太一样 那 那个 这个是 异味性过敏皮肤炎的话 是跟 刚刚讲过 跟那个鼻炎 跟气喘 比较有关系 那在免疫上面的话 我们就说 这个跟 跟那个 第二型的 TH2 就是 T细胞 的 第二型 有关的 那 跟肝炎的话 它是现在 过去我们认为 它是 TH1第一型 但现在 比较清楚的是 它是 另外一个 越讲越比较 专业化了 就是TH17有关 是 这两个是 不同的机制影响的 不同的病因 对 刚刚提到说 那个肝炎 对肝炎 有好处的是 什么 保湿乳液 跟类固醇 那 异味性皮肤炎 是不是也需要用这两个 对 就是 刚刚几个药 几乎都可以用 对 就是说 在肝炎上面 用的 尤其是内固醇的话 是在 异味性皮肤炎 是可以用 一样用 然后照光 就是照外线光 也是一样 对皮肤炎 跟肝炎 都可以用 可惜的是 这些后来讲的 所谓的Biologics 目前在 过敏皮肤炎上面 还没有 对他们的药 所以在肝炎上面的进步 比 快 比那个快很多 对 谢谢 谢谢 好 比如说我是一般的母众 我想请教几个问题 刚才提到很多 发炎 这个名词 那么一般 用药物治疗 就是 人发炎的时候 比如说抗色素 他对这个 发炎 癌的 他的 他的关系 是怎么能够 影响到 这个 这个 这个有趣 好不容易 你问是不是这样 就是 就是 我们讲抗生素 通常是抗 比如说有细菌感染 我们才用 对不对 所以 所以第一个就是 如果有细菌感染 之后 你用先抗生素 把细菌去掉 那当然是 接下来 这个本来有细菌的 细菌可以造成 造成 那个 发炎反应 那你既然没有细菌的话 就发炎反应菌 就没有了 所以这是一个想法 那这是 这是我们真正的 看成素 但是 但是 事实上 我们想实际上 很多看成素 它有看发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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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想不要各位 有看发炎的作用 有看发炎的功能 所以 有不少的看成素 有看发炎的功能 所以这两个原因 一个是 把细菌去除掉以后 你就发炎就少 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 它是 它本身有看发炎的功能 我想是不是 解释了一个 的问题 不好意思 所长再请教一点 刚刚你说 肝癌是一辈子的 没有办法治愈 那那个异味性皮肤炎 有没有办法治愈 因为现在就是 刚刚那个图画出来 所以是 还好大概是 百分之六七十的小孩子 到了 差不多到十岁左右 就没有 有的时候 后来才会再出来 但是 但是一次会 越来越轻 然后到最后 甚至就没有 所以那倒是会 肝癌 比较是长期性的 异味性皮肤炎 百分之六七十 是不会继续 也继续下去 就是到成年的时候 就会没有了 不是我的孩子 已经二三十岁 他还是 那就是 可惜又是在 百分之二三十的 那这个要怎么样 能够说 把它治愈 对 那就是 就像跟肝癌一样 就是还继续要 用药了 继续用药 那就是到目前为止 大部分是用 内部唇 用那个 跟那个 就是 灶光 灶光 对 所以 异味性皮肤炎 有机会可以治愈了 对 实在做 实在做 这方面的 这个药厂通常 比较不太做 是因为 大部分是小孩子有 然后又知道 他们隔一阵子 后就会没有 所以他们在小孩子的 做临床实验 又比较困难一点 所以通常 通常 那个 这边做的 比肝癌少很多 对 但是我相信是 现在 但是我可以提一下 就是 进展还是有 刚才讲的 Anti-IgE 事实上 在皮肤炎上面 是有帮助 是可以 是可以用 所以说 异味性皮肤炎 会随着年龄 越来越淡化 不一定 就是 就在小孩子的时候 小孩子的时候 但是到大人的时候 还是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就会有 一直会有 一直会有 不一定会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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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谢谢 是 谢谢所长的分享 刚刚所长说 吃50岁或吃R4P0 会减少大肠癌的异患率 那时候大肠癌手术或吃R4P0 会不会降低护化率 这 这边的数据我不晓得有没有 就不晓得有没有 那 是还是有可能性 是还是有可能性 但是我想Aspirin吃 我想在那个 在那个预防 心脏病跟中风的上面 是很明显了 所以我也说这个原因 也是这个原因 我觉得是可以 是可以吃 就是低剂量的 低剂量的 至于在那个Cancer上面的话 因为它并不说是百分之百 它只是降低了一些而已 那数据是蛮明显的 只是在这种复发的情况下 怎么样 我想目前并没有这方面的数据 我就我知道 请教一下所长 在过敏方面 那个IgE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方式 比如说运动 或是不要用药物的方式 可以去增加那个IgE的可能性 就是这个IgE的产生 我想运动当中 是没有坏处 只要不受伤的话 但是在敏感上面的话 还没有说是 但运动一方面是 比如说是 如果你是过重 对 有的时候气喘 是跟OBCT也是有关系的 所以运动的话 减少这个 就是让体重减轻 这些间接的影响到 对身体好 这个是 应该是会有帮助 但是对于这个IgE的产生 这些发炎 对敏感的这个机制 去我知道 并没有说是 并没有说是 是会减少 会减少 会减少 是 对 所长请教一下 刚刚您在提到 过敏反应的时候 有提到肥大细胞 这个肥大细胞 是不是指的是肥胖细胞 那 那它就是 发炎跟肥胖 跟您刚刚所提到的那个 就是心血管疾病 跟癌症之间 它的因果关系 是怎么样的 好 谢谢 那个 不是这个肥大细胞 是micell 是你说肥胖 事实上肥胖 我想你讲的肥胖 可能是指脂肪细胞 那这两个不一样的 就是肥大细胞 就是micell 然后它是蛮独特的一个细胞 真的就是 就是 跟那个敏感很有关系的 它就是造成 造成那个 我们人体里面 大概就是这个细胞 会产生histomy 我知道这个Nutrophic也产生 但是目前为止 大概教科书上面讲的 就是histomy的话 都是micell 就是肥大细胞 产生的 那 但是这个 这个肥大细胞 就是 事实上在其他的疾病里面 也有 也会有 也会有 做作用 那甚至在 在cancer里面 micell 有做研究 在micell 在cancer的产生里面 也有做研究的 也发现micell 会contribute 到cancer的产生 对 所以它的作用 作用是蛮多的 但是它是 研究比较多的是 就是敏感反应 敏感反应 是非常明显的一种功能 对 对 这边先 一般我们 只要生病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都会说 给你吃点消炎药 那所长的能不能 就一般民众讲 所以消炎药 到底抗亨素还是 Aspirin还是 太能容 让一般的人了解 没得搞混的是 哪一种叫消炎药 我倒没有这种经验 所以 我也不知道 讲的消炎药 我看 消炎药 这边是指什么样的 比如说一个例子 是什么 像刚才我们讲的 就是 是 那有一些 尤其在台湾 很多人都说 有一些 发炎的反应 就吃一些 这一个 消炎药 那有一些像是 Aspirin 或者是 有一些是像是 对 一些这一些 非 类固存类的 一些消炎的药物 那这些是一般 在国内 常常会开 有这样的药 那现在 刚才的问题就是说 到底这些消炎药 是不是 既然是发炎 是不是不太好 然后 会有引起 各式各样的发炎 那我们是不是该吃一些 抗发炎的药物呢 抗发炎的药物 抗发炎的药物 像是 Aspirin 就是一个例子 那 像 Tilenol的 例子 Tilenol是 是一个发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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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发炎的 对不对 所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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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一个 那这 应该是没有坏处了 那当时 最有效的 看发炎是 内固存 那必要的时候还是 还是可以吃 那差的话 我们是通常 通常 只要不长久 差的话 吃上是有帮助 对 但是 如果说 你看发炎 是指这些的话 那 我想 我想是 就是 看是什么样的 病就是吧 对 是什么样的病 如果说疼痛 这些 关节炎 那 如果说 讲的是看发炎的话 大概是 Ibuprofen 这些 或是 内固醇 或是 Tilenol 那 后面好像有问题 这边后面有问题 所长再请教一下 目前 在使用过敏的药物方面 哪一个的成效 比较好 那至于它的副作用 又到什么程度 那在中药方面 有没有这一方面的使用 谢谢 你说过敏是指 比如说鼻炎是吧 对 鼻炎的话 鼻炎目前为止 还是 Antihistamine 是主要的 但是 必要的话 只好用肋骨醇 那 比较不多 但是 轻微的话 大部分Antihistamine 是 可以 那 至于 比如说像 Anti-IgE的话 我是觉得说是 是 应该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 有点像 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当然有些是 有些是 你非常非常难过 那 是可以吃 但是那就变成 所谓的off-label 因为 因为美国的卫生署 并没有说是 Proof 就是这东西来当鼻炎用 它是Asma 而且是moderate or severe 但是在美国 用在 不是moderate or severe的Asma 我想还是有 不少人在用 但是如果是轻微的话 不是那么严重的话 我想就 不需要用到 用到这个 用到这个 就是 就是 因为那些 biological的事实上 是相当贵的 一年的费用都是上 美金的上 上 一万两万吧 对 我必须讲一下 我刚才讲了很多学名 还有公司的名字 但是我没有conflict 我没有 我没有 stock 我也没有 我也不是发明的人 过敏的药物有很多种 那有一些是很便宜的 有一些是很贵的 像刚才讲的这一些 生物质剂 就是抗IgE的抗体 实际上 如果不是很严重 很严重的 气喘的症状 而要用那种药的话 就像我们首长讲的 你就花很多的钱 那值不值得这样去做呢 那当然健保也就不会给付 以台湾的立场上来看 那因为你的病 还没有严重到 需要用到这种药 是一般过敏反应 还是抗组织胺啊 等等的这一些药物 一般健保会给付 但是如果到 生物质剂的部分 以台湾健保的情况下 大概给付的可能性很低 除非是很严重的 像是邓丽君 这种很严重的气喘 好 那这个时候很可能 需要用到这样的药物 来 这边先好不好 就是我想要请问 就是 其实刚刚讲SARS 是就是 是因为引起很强的发炎 才会破坏肺部的组织 那意思是说 就是SARS本身这个疾病 不是因为它病毒太强 是因为它引起的发炎反应 才会就是有 对人体有伤害嘛 然后想要另外就是在问说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是像SARS这样子 好 谢谢 很好问题 那就是 确实是这样子 他的病毒是不是特别强 就是很难讲 就是很难讲 因为是完全是看谁 是我们身体来决定 对不对 或者说是 那在这个情况下 它的 至少我们知道是造成死亡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的反应太强 那反应太强是 是我们身体看到它什么部分 是为什么知道是这个细菌 这个病毒跟另外病毒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反应 才能够抵抗得到 抵抗得了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我想这方面我们不是那么清楚 但我们只知道最后的结果就是 它确实是造成最后死亡的原因是 或是造成病痕重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反应太多了一点 对 但是我们没有控制 没有说是 如果同样一个人 他反应没有那么多的话 是不是会有问题不太确定 那让我想到一个 一个我没有提就是 就是如果我们对这方面了解更多的话 事实上这些 这些自生物制剂以后说不定有用 那我们知道SARS里面是什么东西造成这个Cytocon Storm 那我们现在知道的话 那以后我们预防就是 现在听说在中东好像有几个Case 好像有四五个Case 然后一家里面有两个人死亡 那我们现在如果说下面又一个SARS这样来的话 说不定是Anti-TNF 打个急 打个急 打急 打急 在那个时候急性的时候打的话 说不定会有用 所以对 是不是还 跟现在两个问题还是 对还有没有其他的疾病也是类似像SARS这样 我想肝癌就是Cancer 就是B型肝炎 B型肝炎 A型肝炎 对刚开始的时候 尤其是A型的话 它不是慢性的 急性的时候 它有些反应 有些造成身体的发病的 事实上是发炎的反应 这边有一个问题 好来 从这边起 等一下在这边 我是跟一份民众 我要请教一下 刚刚那个所长有提到说 有些人是免疫系统 如果做到有些外来物质刺激 产生波化 会产生免疫 就是IgE 接着产生某些具体的刺激的化学物质 那么会打噴嚏流鼻水比塞 眼睛充血 那我正好有些些磨病 那我想请教所长 可以具体来讲说 外来物质的刺激 是指哪一方面的外来物质的刺激吗 好 谢谢 就是我刚才写了一个过敏源 就是过敏源 就是我们周遭的 比如说花粉 然后那个什么 就是药物 还有塵满这些 就是都是外来的 这些的话 事实上是我们即使可以吃进去 我们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那尤其是如果说 我们没有这种敏感的体质的话 这些我们会对它会有反应 但是也不会造成敏感 但就是有某些人 他的体质是这样子 也许是跟遗传有关 那就是接收到这个时候 我们身体对它是有一种反应 那反应的结果呢 它产生IgE 那这IgE又造成敏感的 就是你刚刚讲说 你有这些症状 那就是因为IgE 那我接受同样的这些 花粉的这些 我不产生IgE 但是你产生IgE 差别在这里这样子 对 那这个就是这些 这些都是harmless 就是没有 应该是 应该是我们不需要 特别去对它有反应 但是我们是有反应了 而在某些人里面 它的反应是造成IgE的 那因此就会有敏感 大概简单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而且通常一般也是可以去 如果你真的对这个过敏源 产生的过敏反应 对你长得很困扰的时候 你可以去测测看 你自己是对哪些过敏源 是会产生过敏反应的 那一般的免疫风湿科 它也可以帮忙你做一些检测 那像刚才讲的 有些人对发生会过敏 但是 但是有些人 大部分的人都不会 所以这个每一个人体质不太一样 这边还有个问题 来 请 对不起 两个人要留所长 那肝肌能的好坏跟过敏也没有关系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最近有在留言说 吃好的菌 益生菌或是乳酸菌 吃这个菌好的 对减少过敏也没有帮助 谢谢 肝跟那个什么过敏的关系 我不太确定 我想这个我们的人体的话 就是我刚刚讲说 全身性的这种系统的症状 所以不能讲说肝不会影响到其他的 我觉得是可能 但是我们都想不出来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那至于说是你刚刚讲的 讲的那个什么 就是 对 那个 我想 如果说 了解对的话 就是 就是 就是比如说 Lactobacillus 这种东西 那这就是 让我 就是 想到说 我刚才提到说 我们现在 就是好像敏感越来越多 过敏越来越多 那这个为什么这样子 有不同的理论 有个理论就是 我们现在越来越干净 所以我们就是 最早 是我们早上 在发育过程中 我们没有接触到细菌 那细菌 我刚才有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把它讲的稍微专业化一点 就是我们看到细菌 通常的反应是 第一型的 T细胞的反应 TH1 对 那那边的话 就是我们的 我刚才有讲过 我们的allergy的话 TH2 就第二型的 那如果说是你的 你的身体是产生第一型的话 那第二型就会少一点 这样子 所以根据这个的话 就想说我们是不是 让我们身体来 来接触到这个 像病毒这些东西 就是细菌这些 那就让我们产生比较 第一型的 而这个第二型就没有 大概是我想这种 这是一种想法 那因此 是不是因为这个 才让有些人开始试这个 但是在这方面做的是 试有不少 在做这方面 有些看起来有效 有些看起来没有效 所以还没有定论 就是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来治疗 这个 那个 这些过敏 对 对 并不完全清楚 但是 这个另外有提到 就是跟我刚才讲 这个肝精这些没有关系就是 我刚才提到过 皮肤上面 也许你们没有想到 我们有数千 上千上万的这种 不是上千上万个 而是上千上万种 的细菌在这里 我们叫microbialta 那肝 就是 在我们的 肠里面也是一样 肠里面也是一样 那这个你如果说 把这个另外 这个像lactobacilla 吃进去口 就对那个会有 会里面的那些 microbialta会影响到 影响到 那些microbialta 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免疫反应 这个很奇妙的 所以量子也许 经过那个关系把它 影响到这个过敏 也许有这个可能性 对 那也比较稍微复杂一点 对 好 我们 这边然后在后面 一二三 就是 刚刚有提到那个SARS 跟肝癌的过敏反应 嘛 那我现在想要问一下 因为在临床上有看到 健脂性膀胱炎 那我想问一下 这是跟那个过敏反应 也是有关 这个我不知道不太清楚是 什么型 叫什么 叫什么 你再说没关系 TiTA TiTA 然后那是健脂性膀胱炎 就是 长期就是会像膀胱炎 我知道 对 这个在小说那个 对 对 对 我想那个跟过敏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对 对 跟所谓的过敏 是没有关系 但是发炎的话 一定是有关系 有发炎 发炎是一定有关系 对 那后面的问题 来 就是 麦克风 你按一下 绿色的 可以吗 有 我想请教所长 因为我是青庄社区大学的学员 我也是癌症 经过手术 手术以后 我现在的手 常常会 前手臂常会发炎 发炎以前的话 都有一个症状 就先发现汗抛疹 汗抛疹以后 接着就发炎 我想请教 这个 那个汗抛疹是 怎样 怎样 为什么会发生 只会降低它发生的频率 然后 那一直这样子 很多次这样子 会不会引起其他的后遗症 谢谢 对 不好意思 我这个中文又是不太清楚 它是汗抛疹 汗抛疹 汗抛疹 不是 好 我们私下再来 等一下再看看你的状况 对对对 就这边的问题 对对对 我想请教所长 我是严萍中学的高中生 那我本身就对生物非常有兴趣 那我之前在学校的生物课本上面看到说 他说病原体入侵人体的时候呢 人体的免疫系统可以从 成千上万的B细胞 MT细胞中选出和病原体相对应的 来对付它 那我想请教所长就是 人体的免疫系统要怎么选择 谢谢 我想就是你逐到的很可能就是 就是那个就是极状细胞的功能 对 我刚讲极状细胞是真的是最后的 这个就是等于是总帅了 他会把这个病毒或是外面来的这个物质吃进去 然后他再会吐出来 然后这个就让T细胞 就是刚刚讲的T细胞对不对 T细胞 让T细胞 T细胞本身是它是 它是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说是要知道 说对什么东西有影响 但是他会把这个 所以我刚刚讲讲说是什么抗原 呈现抗原的细胞 就是Androgen Presenting Cell 他就会让T细胞Educate 这样的话T细胞才知道 他就会对那个抗原来做作用 所以本来是完全没有接触这个抗原情况下 他是T细胞是每个都是一样的 但那极状细胞 把这个抗原吃进去之后 他才呈现出来 然后再让T细胞知道说他应该对哪个抗原来 就是这样的选择过程 或者说是有数全种T细胞来选 而说是让某些细胞Educate 变成他能够针对那个抗原来反应 同样B细胞也是一样的 对 刚才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 没有了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我请教我们的理副所长 因为您也是皮肤科的专家 我们有一个朋友 他那个皮肤呢 也不是干险 冬一块白 西一块白 脸上手上都有 那看很多皮肤科医师都看不好 想请问一下所长 他这个是什么病 什么成因 该擦什么药 谢谢 没有看到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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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那个的话 不是那么容易控制 但是 比如刚刚也是一样 照光 照外线光 是可以 是可以 是可以治疗大部分 然后有些药 看什么哪个地方 有些药可以擦 有些情况下 他反应还蛮不错的 对 他去看皮肤科医师 看了很多都没有效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比较新的发展是 他要细胞移植 所以就变成干细胞 这边是因为他的 他的那个色素细胞没有 所以你如果说是移植的话 他可以再再复原 这样子 所以那个是一个方式 一个方式 但是如果说 影响的范围太大的话 倒是不是不容易 但是以后的发展 可能是从干细胞的角度来做 对 你有什么special 那是什么配具 就是 有些人会有反应 有些人会有 就是 两个就是一个肋骨唇 另外叫 另外东西叫做 叫做那个 用英文 就是这个 商品名叫做 Protopic 对 Protopic 好 Excuse me please please 所长 最后最后请教你 那个 意味性皮肤炎跟 跟过敏 有没有关系 皮肤炎过敏是 喔 意味性皮肤 对 意味性皮肤炎就是 皮肤 也算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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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算小的 这是跟太太一样 对 他讲的一个是比较严重的 比较大一点 对 这个有一点关系 对 一般说的 对 这个可能就 就不太容易了 对 对 他也说没有 好 我们 再一次 谢谢刘首长 很精彩的 这一个演讲 那 最后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就是我们 十二月份的知识饗宴 是要由我们 中国文哲研究所的 理事学研究员 要来讲 中国第一部的白话文圣经 是一个相当有趣的主题 所以时间呢是在 十二月二十五号 星期二的晚上 也是在这一个地方 来举行演讲 那欢迎各位能够踊跃来参加 谢谢 谢谢